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异趣园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精灵宝可梦的点心还有零食 这个夹心小蛋糕里面还有贴纸呢 哇哦,好可爱的皮卡丘 看一下贴纸抽到的是 好像一个烟囱呢 它是双蛋瓦斯 会把毒气和污染了的空气进化之后再排放出去 它们嘴边绿色的是毒气哦 让盐兔儿来尝一尝这块夹心蛋糕 嗯,是巧克力味的夹心 里面还有花生呢 蛋糕的部分就一般了 再来看第二个 上面画了小智,小豪,皮卡丘和盐兔儿 这里面会抽到谁的贴纸呢 有两个小蛋糕呢 看一看贴纸 哇,这是盾之王呢 它的盾非常非常的厉害 有很强的攻击和防御能力 是传说的英雄宝可梦呢 这次的蛋糕让皮卡丘来尝一下 哇,好软好软,软绵绵的 好香,好好吃啊 那接下来还有宝可梦的零食 上面画的也是皮卡丘和盐兔儿 上面的图案有哪一些呢 这个是 啊,害羞的皮卡丘,好萌呀 第二个,盐兔儿 第三个,在发动攻击的盐兔儿 那抽到两个盐兔儿的 还有,魔墙人偶的 你们知道它有什么技能吗 最后是,会边跑边放电的来电汪 里面装的是饼干 向巧克力驱起饼干 诶,吃起来竟然是软的 里面真的有巧克力 吃起来还不错呢 谢谢一直以来能看到最后的小伙伴们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插一个精灵宝可梦的崎岖蛋 这个系列的呢,也是最近新出的 看看这盒会抽到谁呢 诶,是一只马的宝可梦 好像独角兽 诶,好像小马宝丽 你们知道,这只宝可梦叫什么吗 还挺漂亮的 好啦,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哦 感谢观看